大家好 我就是刘家昌 欢迎收看全民最大的 全民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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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首歌应该大家听过了 这是小犬最近出了新专辑的一首歌 那么当然这首歌呢 不瞒大家讲 这个是他出生的时候我帮他写的 那本来是不想发表的 他觉得说老爸的才华呢 这个应该要把它发扬出去 所以说还是发表出去 是不是很好听 太好听了 好听嘛 老老上口 谢谢 谢谢大家 王法垂条 谁听的都能唱 是 太好了 太好了 董哥这样称赞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我们都是 网友都表官了 网友不懂 你知道吗 网友都不懂 都可以唱 好 这是其中的插曲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呢 台湾老化的问题 老化的问题严重 那你老化了吗 然后大党的演员们 你们也老化了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这个最喜欢看你们这个节目 每天在家里的时候 无聊的时候就看一下 你们这太厉害 不能老化 你们老化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跟着老化了 好不好 要加油 要加油 好 那第一位介绍的 不是别人 就是一生 催化出这三个节目 全民乱讲 全民大门锅 全民最大的 众议教父 王伟宗 伟宗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宗 今天讨论这个题目是 老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没有老这个事 没有老 只有金彦卒眼光好 好 就是这样 谢谢 讲得太好 没有老掉来的问题 不要怪社会这个 不景气 只能怪自己不努力 好不好 那接下来介绍是 民进老立委 蔡同龙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民事处当的蔡同龙 这个可以说 今天你讨论中国题目 你找我来 我想的是因为 我今年76月 但是我没有老化了 现象到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大家 稍微比福利挺身 还是仰臥齐座 我都仰臥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好 谢谢 他真的很厉害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 整形专家 胡瓜女婿 李靖良 你好 我是李靖良 我可以说是整形借的 勞斯莱斯 我是整形借的天王 要不然 那个瓜哥怎么会投资我 我跟小禅刚从美国 度蜜月回来 不是 第二次蜜月 那我会想说 这个感觉非常不错 而且我会引进新的这个技术 那朝天鼻 英勾鼻 蒜头鼻 你们有福了 我只要20分钟 你只要花6万元 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鼻子 谢谢大家 而且还可以做离头 谢谢 我想到这个 他本来是要是离头的 找九孔去戴 九孔更不鸟他 不是 其实不是不鸟他 九孔他自己承认 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离头 不是 九孔真的发型非常的茂密 你不是看到那个 非常茂密 所以说他不需要 离头都是离前面 没有离后面 有感你就帽子拿一下 好不好 所以说这九孔也是悲哀了 好 接下来要介绍是日本来的巨星 孟春破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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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KIMIDA 你好 日本的時間跟這裡不太一樣 這一邊是晚上 那邊是白天 沒有 差一個小時 我前一陣子在美國 差白天 有時候差了嗎 我今年已經38歲 但是我還是殘連在日本有15年 都是第一名大家最喜歡的男藝人 所以說勞不一定不好 況且我根本還沒有來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偶像也是怕老化 怕這個影迷不再支持他 你看劉德華40幾歲 快50歲 他還是個偶像 真的太屌了 好 接下來介紹這個更屌 他已經幾歲了 他竟然花花工者創辦人 他強調一定要做愛才能保持年輕 他自己已經失戀了 失戀了 他85歲 他女朋友29 這差了快60歲 好 我們來歡迎川萬能 海芙娜還有花花女郎 海芙娜 Yeah 感覺旁邊跳的那個豹文的那個可能也八十幾歲 他會跳 哈喽台灣 非常幸運 我代表美國的拍攝 我的名字是 Hugh Hacker 我代表 Playboy 我是海芙娜從美國來的 也許你們可以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你們一定知道 花花公子 Playboy這本雜誌 它是我創辦的 非常高興來到台灣聊老話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帶了我可愛的土女郎 來跟大家見面 這是我的土女郎 Oh my bunny 好可愛 這也是我的土女郎 你知道嗎 他們都是我們的土女郎 跟大家自為介紹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Ai Ai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D 你 看看沒有在美國就是這樣 只要長這樣這樣 都有機會變成群女郎 因為在我的夢的王國裡面 每個人的夢想都是可以成真的 Thank you 好 歡迎 歡迎 那今天現場呢 有做了老前輩 然後有新生代的偶像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 台灣老話的問題嚴重 你老話了嗎 大黨的演員們 你們也老話了嗎 為什麼 這是一個題目 以前 這個說實在 我們上一輩的 都是養兒防老 大家生了一頭拉骨 那最後發現子女都不孝 所以說新一代的父母親 可能會覺得說 兒子女兒生一個兩個就好了 大陸內地更有一胎化的政策 所以說老話的問題不只是台灣 全神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 怎麼樣延緩老話 好 難道老的人他就是老了嗎 難道他創意不能帶領流行嗎 我們要問一下 綜藝教父偉中哥 偉中哥到現在 他還帶領著台灣的動力往前走 這就是一股動力啊 有人嫌他老嗎 不老啊 偉中哥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 六導演 這個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老的 老不老的問題 其實老是必然的 這個人嘛這一生嘛 就是這個生老病死 這是一個過程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叫人老心不老對不對 你人 雖然已經這個慢慢地 邁向老年了 可是你的心 如果也跟著老年 就要慢慢地逝去的話 我覺得那才是可怕的 是 所以你可以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都可以看一看 我最近到新北市的那個 那個一個運動場 我去看 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那邊運動 幾乎都是滿的 是老年人嗎 還是年輕人 每天都有 年輕人在跑步 中央年人都在走路 大概現場那個操場 可能圍了有好幾百人 所以可以說幾乎 就好像在閱兵一樣 一圖拉鍋一圖拉鍋在走 那我想這也有一個現象 這個表示出來就是說 可能我們運動的環境不夠 是不是我們應該 再多一點運動場 或是我們再多一點 運動的設施 讓這些 想要運動的人 想要運動的人 更有地方去運動 那我覺得像我 我今年已經50多歲 我是48年吃的 我這個 你是46的 46 對 46 謝謝你 你怎麼知道 我們都同K的 不是 我想謊報2歲 你看出來 不是看出來 以前就知道 年紀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很容易把自己的年齡說錯 但是我覺得 你看得出來 我是50多歲 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我一身的肌肉 是不是 而且我常常潛水 然後常常跑步 我對於自己的 身材非常要求 而且我這隱隱約約呢 還可以 我今天不方便 隱隱約約六塊 六塊附近 隱隱約約 我不敢講說 非常明顯 當然我沒有像阿K那麼明顯 可是隱約 我的腹部還是這樣彎的 不行 好不好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保持 往外彎嗎 沒有 往外彎那叫往外凸 那叫彎好不好 彎是這樣 那像打壓球 往外彎是正面 好不好 所以我是這個 向裡面彎的 好不好 我能夠維持這樣子 表示說 維持在不斷在運動 而且保持一顆年輕的心 有年輕的心才有能力 才有精力 才有本事 本錢去創作 才能再帶這些子弟兵 你們說是不是 謝謝 好 謝謝 真的是重點 你人 人未老先衰 你什麼鬥志都沒有 你根本 因為有年輕人看起來很老的 對不對 所以說你心 絕對不能老 這就是能夠活化的 這個主要的原因 來 我們先進廣告 待會兒再討論